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当时我们成立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我们有十大置业 十大置业 那十大置业里面 所以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宗旨就是 不分中群 不分党派 而基金会成立的宗旨就是 以不分党派 不分族群 广纳各界优秀人士一同共襄盛举 此包括了政商名流 宗教人士及各行各业的精英等 希望带动社会行善的风气 同时透过宗教的力量 感化社会 基本上基金会的 就是刚刚前面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是不分族群 不分党派 怎么样 无私地为这个社会国家来做一点事 也就是前面 回到我前面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基金会不要任何政府的补助 我们也不接受外面的捐赠 我们都是自食其利 每年我们筹募大概六七百万的经费 六七百万的经费 来办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公益活动 此外为了响应政府提倡终身学习的时效 红军培基金会特别规划办理众多公益系列奖座 请来各界杰出领受精英 举办不同类型的公益奖座 邀民众一同免费入场听奖 此举不但获得各界有心人士的肯定 更是第一个通过行政院认证 为公务人员参与民间学习的文教机构 公益奖座 事实上我们从89年就开始办 89年就开始办 那事实上我们不只在台北市办 我们全国25县市都去 你难以想象25县市 金门县 连江县 澎湖县 我们还房的最前面 我想你们看的资料多应该很清楚 我们25县市都 而且现在各界是很怀念我们 还希望我们长长大大办 而以十大制业发扬儒家伦理 更是该基金会的最大坚持 也是精神所在 十大制业包括倡导法治精神 建立司法典范 提供法证清函优秀学子奖学金 举办相关研讨会 座堂会等公益活动 进化社会风气 推动志工服务 关怀弱势族群 宣扬环境保护 参与社会服务 提倡终身学习 以及发扬伦理文化 事实上我们基金会所办的公益 讲座 在全国七十家有声音电视台 都在传播 大概 现在在台湾 没有一个基金会像我们这样 真的因为我们带子送出去的 对不对 我们很清楚 全国七十家有声音电视台 我们都送给他 请他去播放 并且我们这个播放的带子 我们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盈利行为在里面 扮演洪军培文教基金会 做公益的幕后推手洪惠博士 希望透过各式讲座 达成多元文化 促进族群和谐 每个人都拥有快乐的人生为目标 当然也呼吁各界爱心人士 可以一同加入志工的行列 共同为社会付出尽一份心力 它是有个很重要的特色什么 它透过教育训练 透过会议 它提出不同的意见 然后他请每一位都发言 洪基是一个很好的企业文化 然后发言完了以后 他们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 他也不要投票表决 洪基就是有这么一个传统文化 他们是以多数人的意见 因为不管你赞成或者反对 你大家每个人发言完毕以后 共识就形成了 他们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 这是洪基 另外国泰 我做过蔡成郎的幕僚长 我讲为国泰 因为国泰有三个系统 林园集团 本来他们是在一家的 后来从蔡万春 蔡万林跟蔡万财 后来他们分家 我指国泰集团是偏中 以蔡万春的这个系统 那以国泰这个系统里面 我也是当事人 那我们如果三十家关系企业来开会 那这个关系企业 大概都是董事长总经理 然后大家发表意见 那发表意见以后 是以这个集团最高负责的意见为意见 他拍板定案 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他拍板定案 这是另外一个模式 另外台硕集团 台硕集团也是一个很很有意义的这么一个 他是以叫午餐汇报 午餐汇报里面 他有重大的决策 你提出报告 然后他当场决定 就说你这个报告 大家是不是可以接受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 就从主管的职务 变成非主管的职务 就很简单 当然因为是王永庆 王永在德高望重 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坦白讲第二代接班以后 我想都要请这些老臣来辅佐他 可能情况又是不一样 另外自身实业 自身 他就是一个做高科技产品的 他另外一个形式就是说 因为我刚刚前面跟大家报告了 像我自己很喜欢喝黑松沙士 已经喝了50年都不变了 所以他没有压力 他产品就是这样一成不变 对很多的企业而言 他产品的生命周期非常短 可能只有一个月 两个月 今年无论是业务部门也好 无论是联发部门也好 可能压力非常大 所以他们就一定要经过 不断地争论 争执 然后多次地协调 这是另外一个案例 另外 春雨工厂 它是全世界做螺丝做的最成功的 春雨用什么方式啊 他有个叫厂商联谊会 我去演讲过好几次 他们都是以厂商联谊会提出建议 然后延伸到公司 因为他们是非常重视 所谓协力厂商的意见 然后提到会议上来 然后协商来解决 另外我也过去经常去 鸿海集团演讲 我也去莲花集团演讲 我也去宝城工业演讲 各位都知道 我每年去彰化演讲 宝城让我印象深刻 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制节工厂 你去看看它的工厂管理 它比一个现代化的电脑工厂 还要更干净 你难以想象 你看我几次去演讲 去参观乔登 从13号 14号 15号 现在可能已经到了26 27了 你看它做得这么成功 另外像燦空实验 我去演讲过最少有30场 像会桥工业等等 这些都是透过教育训练的方式 以达到所谓沟通协调的目的 透过教育训练非常重要 他请你去演讲 然后透过教育训练 来达到沟通协调的一个目的 今天我有两个讲题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讲题 大标题就是化解冲突建立公式 我认为说我们现在了解 产生冲突的原因 我想人与人之间在一起就是这样 但是我刚刚忘记跟大家报告了 还有一个 你看像王一辰事件 王一辰议员 让我感触非常深 就把我前面所有的都可以颠覆掉 为什么颠覆掉各位知道吗 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一个 企业的领袖 他如果没有诚信的话 那整个就崩溃了 那你讲的都是假话嘛 所以这个 这个我认为说 王一辰事件影响非常深远 就是在冲突管理里面 如果说你不能以诚相待的话 如果在冲突管理里面 如果说你不能以诚相待的话 如果作假的话 那这个根本就没办法处理的 所以这也给我们 这个所谓的政治人物也好 企业界领袖也好 真的一个很好的参考 一定要以诚信为主 一定要有诚信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主标题 化解冲突与建立共识 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产生冲突的原因 为什么 我希望为什么我们要追究 所谓产生冲突的原因 也就是一定要请大家 站在一种体谅的立场 一个是什么 问题的取向 我们产生冲突嘛 第一个是问题 问题 发生了问题 好 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来联讨 第一个 不同的背景 当然会有冲突啊 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上 对于想法上跟看法上 本来就是蓝悬北侧 对 等于说我们现在看电视节目 有的是纯蓝的节目啊 有的是纯粒的节目啊 你去看看 你要纯蓝怎么接受纯粒 纯粒怎么接受纯粒 也不可能嘛 你的背景根本蓝悬北侧了嘛 那背景当然影响了一切 第二个组织的不同 当然会有不同啊 来自于不同的组织嘛 这个组织里面包含 可能是政治的组织 可能是宗教的组织 当然会有不同嘛 我们知道我们七月夜 有的是信佛教的 有的信天主教的 有的信基督教的 那怎么可能会一样呢 那教义也不一样嘛 当然想法上跟看法上会不一样 另外不同的看法 我自己因为也在教谈判 所以我清楚的可以看得到 就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嘛 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嘛 一样才奇怪 就是很自知难难嘛 你不要觉得说 怎么你的想法跟我看法 这样的不同 当然是不同的嘛 这里面还有分 然与老幼也不一样啊 所以不要说相差二十岁三十岁 甚至相差五岁就可能 就有代购了 每个人接触面不一样嘛 当然会有不同的想法嘛 另外不同的利益 当然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利益 当然有不同的想法 你看我们现在的政界也好 我们器界也好 当然是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想法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另外不同的取向 什么叫不同的取向 你设在什么样的观点 什么样的目标 什么样的方向 我常常 像我这个人 最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的人 你看我参加很多 很重要的会议 我最能够接受 不同意见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 我参加一个国家的决策会议 那时候 四个党都有派人来参加 大家政论不休 我就提出一个建议了 我说很简单 如果这样吵下去 不可能有任何的决议 我说这样 把我们四党的人 因为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我说那个政党找我去 担任代言人 我说很简单 我们可能 不可能每一件问题 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可以把 大家有共识的部分找出来 那可能已经有50%了 有共识了 第二个 把有可能共识 有一部分的 另外一部分没有共识的 也找出来 那可能有20 30% 最后 就是有不同 南宣北侧的意见找出来 那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 一条辆来讨论吧 你不要说 你的意见我都反对 那永远没有结论 我就参加一个很重要的 国家的政策会议上 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大家接受了 洪博士讲得很好 50%我们有共识的 就不要再讨论了 那一部分是完全南宣北侧的 我们讨论是这个部分 或者是有一部分 大家赞同 一部分不赞同的 那也可以来讨论 那问题就找出来了 另外 不同的角度 当然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想法嘛 所以一个事情本来就有不同的面嘛 谁都没有错 我跟大家报告 谁都没有错 你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来看问题而已嘛 这个你要谅解嘛 没有人说绝对对的 或者绝对错的 真的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认识 另外 不同的资源 我们上一次 我们基金会要到 上海北京去办公益活动 十大节族青年 请他们吃饭 我基金会也出面请 宋青霖基金会 因为我们跟他合作嘛 我看到 十大节族青年 那些赞助单位 全部都是政府机构 对不起啊 我请他们完全 我没有接受任何政府的补助 所以另外 不同的困难 当然会有不同的困难 你问题你站在 因时因地而至一嘛 当然是不同的困难点嘛 任何事情本来就有困难嘛 此一时彼此嘛 我们跟宋青霖基金会 各位都知道吗 他难以想象啊 吼博士啊 请我们大陆上 最大的三四个最大的企业 哇 这很困难 我说当然很困难啊 你各位都知道吗 我在台湾办 我请三十个人 可能我要请到一百个 为什么 有的人他企业经营的很好 但是他不会演讲嘛 你要他来 你不是 给他找麻烦嘛 我说当然很困难啊 在他来想 他来以想象的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各位不要经过 宋青霖基金会啊 本来就是我们来请啊 另外 不同的渊源 当然不同的渊源 请人也要讲渊源啊 所以我 上次到台北县政府演讲 我就讲了 今天苏正常担任 请政院院长 他将来找的这些阁员 可能就是台北县的 这些人 或者屏东县的人 渊七昆担任阁魁 他请的人 可能跟他宜兰有关系的人 天经地义的事情嘛 跨世纪创新机 从法治迎明星 洪军培文教基金会 公益系列讲座 就是一个判断的不正确 结局也是不一样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一个成功的企业界领袖 一个成功的企业 这个所谓政治领袖 他就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他知道未来何去何从 这是问题的取向 另外谈到个人的取向 可能会发生冲突 第一个 态度的傲慢 一个人也不要自视太高 我就坦白讲 你以为你天下无敌啊 那就糟糕了 你待人谦虚一点嘛 讲话也客气一点嘛 那事情就很好解决啊 不能抱在傲慢的心里 那事情就很难处理了 另外言辞的不张 有的时候我们讲话 常常中国人会有一句话说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真的是这样子啊 你可能一句话 你不是这个意思 但别人听起来 完全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这个也就是说 越是高位的人 他更是要慎言慎行 讲话真的不能乱讲 讲错一句话 那个政论有多少啊 真的是啊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政界 说是我们企业界 越是高位的人 他更是要慎言慎行 也可以说每一句话都要自自斟酌 千万不能讲错话 讲错话 那个影响之深远啊 无以伯洁的 另外 胆量 度量的狭小 我们常常说 宰相肚里能撑传 不要太计较嘛 不是人家抢我一下 我马上就要回一下嘴 不回嘴很没有面子 越是高位的人 他越是要有这样的气度 不要去跟人家一般见识 没有关系嘛 人家骂我两句有什么关系 人家批评我两句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有这样的气度 像我们这种小人物 很多人跟我相交了很多年 我专门喜欢听不好听的话 我专门喜欢听不好听的话 因为你讲了不好听的话 我才知道缺点在哪里嘛 我才知道改进嘛 你讲好听的话 我还不知道我的缺点在哪里 我还不知道怎么改进 反而度量也要越大 另外想法的自私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不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来看问题 可能要站在一个大的面 我们不然讲说 一定要为国家社会 那个大的面不好意思讲 但是越是高位的人 他可是要为我们未来的三年五年 十年二十年要来看 不是只是现在来看 也不是为自己 要为别人影响 我常常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不是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你可能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问题 你可能要站在 更是一个宏观的面来看问题 那这样的话更海阔天空了嘛 你如果完全站在自己自私的立场 那糟糕了 什么事情就很难处理了 另外眼光的短视 我们看问题要看得远看得深 不能只是目前这样子 你对一个基础人来讲 他可以这样子 越是高阶层的 他看问题 越是要看得远看得深 今天无论在政界也好 无论是在窃界也好 你看像鸿海 你看他就是不断地去突破 不断地诟病 从几亿做到几十亿 几十亿做几百亿 现在几百亿要做了几千亿 王永青也是一样 他不断地突破创新 不断地发展 他的眼光看得很远 我们一定要这种眼光来看问题 另外观念的强迫 像我自己也算一个知识分子 我从来不愿意跟别人讲 你应该怎样子 我常常说我建议怎样子 我建议别人 我建议 因为建议也可以接受 也可以不接受 你不要强迫人家 我也很不太愿意 别人强迫我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时代 真的不一样 尤其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面 什么事情都不用很勉强 也不要强迫 让人家自动自发地去做 那用什么方式了 你分析给他听 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坏处 让人家很自然接受 为什么去用强迫 你不接受这样子 我就要跟你难堪 完全用其他的利益导向 各位想想看 可能对有些人而言 他心不甘情不愿意来接受你 所以这也很重要 另外动作的出入 我们都知道吗 今天对很多人而言 你一定要 就是说用比较要有礼貌的方式 要有礼貌的方式 你的一言一行 都要有礼貌 不要用命令的方式 你不做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上次我们某一个中央部会 他把那个文件往那个科长身上一丢 那个就是出炉了 对不起 那非常的出炉 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动作 你伤害到别人 非常不礼貌的动作 这就是出炉的动作 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别人尊重 不是来自于不同的学历 不同的背景 他的人格是平等的 我特别讲 IBM这点做得非常成功 可能你来自于不同的学校 学历不一样 可能一个是博士 一个是小学都没有毕业 一个可能只是一个基层作业员 一个可能是贵为经理 但是他的人格是平等的 对不起 他的人格是平等的 你不能用比较粗暴的言语 或粗暴的动作 让人家受屈辱 那是绝对不应该 我自己到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人家跟别人讲话 人家是站的我一定站起来 我是跟IBM学的 没有说我就应该做的 别人就应该站的 谁讲的 人格是平等的 这是非常重要 另外反应的过度 我刚刚前面也一再地提到 可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或者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 所以那个会导致你反应的过度 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我非常意志集中 有的时候一两句话 最后一句话听不清楚 我说对不起 是不是可以请你再讲一下 我就怕会有误会 我这个非常注意小心的人 就怕一句话会导致于误会 这个误会里面就包含了 可能反应的可能反应的过度 另外 承诺的违反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一定要一落前进 就是诚信嘛 政治人我没有诚信如何来做事 企业界没有诚信如何来做事 我跟我相处的朋友 十年二十年在一起 就知道我个性 我洪博士讲话一落千金 绝对不会反悔 我们都知道过去有开空投支票 还有什么 讲话没有做到就是空投支票 你大话可以随便怎么讲 你做到了多少 这个承诺非常重要 一落千金 要么不要讲 要讲就要做得到 不然人家会看清你 另外情绪的冲动 我想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你会碰到很多的事情 是不如你的当初的意愿的 或者人家刺激你的 那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有反应过度 或者情绪很冲动 这冲动里面包含正面的 也包含反面的 常常也会有一句话 叫乐极深悲 你太高兴也不行 太气氛也不行 所以那个时候 要让自己的心情 尽量地平复下来 好 再跟大家来谈 如何化解冲突 我们要抱着什么样的心理了 第一个 问题必有解决之道 天下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安下心来 就是再怎么冲突 再怎么争论 都是要找出一个机会点出来 不然你永远就是跑步 就是我刚刚前面跟大家报告 以前我参加几次国家决策会议 我们市长人多参加 我就跟他讲 把我们有共识的部分找出来 有一部分共识 一部分没有共识的地方也找出来 另外有些是南学北策的问题 也找出来 对不对 先解决一部分 总是有解决之道 一定要把那个解决之道找出来 另外展现解决问题的诚意 这个诚意很重要 你有没有诚意吗 是不要解决问题吗 还是你只是复言两句 以前有一句话常说 哎呀 复言两句 也是我们政坛所流行的一句口号 那你就没有诚意吗 我觉得今天做任何事情 这个诚意很重要 再来谈 延迟的态度尽量地缓和 缓和 常常也为别人想一想 哎 介意呀 麻烦你呀 你研究一下呀 考虑一下都可以呀 用这样的词句 不是说我命令你做 你不做我要怎么样修理你 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那不是更增加的紧张性了吗 所以用的词句方面 也要尽量地缓和 另外 设身处地的考量立场 所谓设身处地呀 也尽量为别人想一想 不只光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待人宽厚一点 不要什么事情去计较 你为别人的立场想一想 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存之道 你要抱着体量的立场 而并不一定什么事情 如你自己想法都跟你一样 那才奇怪的 跟我一样想法的人 当然会奇怪了嘛 另外参考不同的意见 我前面跟大家报告了 一定是老中心三结合嘛 年轻人年轻的想法 中年人中年人想法 老年人老人想法 所以你要听听不同的意见 跨世纪创新机 从法治迎明星 洪军培文教基金会 公益系列讲座 耐心倾听对方的心声 耐心来倾听对方的心声 不是只有你在讲 你要听听别人怎么讲 我参加过很多的会议 有的人德高望重 从头到尾都是他在讲 我也参加过很多 很重要大的集团 负责人的会议 那都是他在讲啊 那糟糕了 我们就是要听不同 不同的意见 对方的心声 那可能这个心声 跟我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很耐心来听嘛 另外幽默化解对抗的心理 常常在争执的时候 来讲几句幽默的话 以幽默来化解对抗的心理 再来谈同理心思考问题 所谓的同理心啊 也就是说 你要设身处地 为别人想一想 这叫同理心 不是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 别人立场 我是他我怎么办 这叫同理心思考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想他们 结束 我怎么办 然后要让人立场 对抗的心理 不讲究 打扰的心理 是不是 我怎么办